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林志坚退选之后论文门事件就结束了吗 现在在郑运棚正式代表戴维出征 扛下了这个担子之后 现在的民调如何呢 不过这个民调数字 其实每一条电子包是在9号10号 当时还没有退选之前所做的 就在那个时候的支持度 张善政都已经是32.6了 郑运棚当时只有27.8 民众党赖乡领是10.5 更何况是现在 当然还有很多新的民调数字 随后就会出炉 那么郑文燦这时候立刻转弯 赶快跳出来要挺郑运棚 他说抹黑大戏可以落幕了 他相信郑运棚将是好市长 他之前在选的时候 怎么没有推荐他 之前我怎么就不挺郑运棚 这个时候突然变成好市长了 那么再来讲郑保卿好了 郑保卿从一开始就一直 觉得他自己怎么会失去 可以参与这个初选 或者是参与选举的资格 所以到现在有一些说法 都说他可能九成的机会 会出来八月底做出决定 脱党参选 不过当然民党的生态 跟国民党篮军很不一样 过去民党脱党参选 的确很少成功的 所以他会做出什么决定 那么当然就是口气 他会不会出来吐 这一口怨气跟闷气呢 大家拭目以待 那么还有一个新的案子 觉得听起来真的很幽默 真的很有趣 校友心结 你要当一个学校的校友 居然可以不用那个学校 你没有念过半天 那个学校都可以称为校友 这真是太神奇了 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是叫做 当时这是旧新闻 6月18号的时候 由蔡英文总统亲自拍板 点名三个人终于拍板了 是林志坚站桃源 沈慧宏现在选新竹 现在也是非常的艰困 蔡世英攻基隆 现在是蔡世英的问题 被踢爆说过去骗学历 骗的不是大学什么硕士什么博士 他是骗大家说他高中学历 他没有读过基隆高中 竟然装成校友 他还当校友会理事长 然后还是挂了一个杰出校友 拿了奖牌的 好优秀 然后如果立委蔡世英 他当然就自己回应说 没有 没有宣称 我没有说过 读过基隆中学 相关说法被离事实 可是在很多公开场合 被讲是基隆高中校友的时候 他并没有否认过 先来听听这段现场谈话 基隆高中自1927年创校以来 培养了许多许多的优秀人才 譬如我们在场的林游昌市长 是我们的蔡世英委员 我是不是也请蔡世英立委 补充几句 因为蔡世英也是基中毕业 蔡世英也是基中毕业的吗 如果当时他不是 他应该就说我不是 可是他没有否认 所以他现在的说法是说 没有是被邀请来当荣誉校友 他就接受了而已 可是这个说起来真的兜不起来 那就别的所谓校友心结 变成一个政坎另外一个笑话 原来不用读过都可以当校友 而且还杰出校友 那么蔡英文从这三个提名里头 有没有真的 大家在说有得到教训吗 陈时中他也是这样干的 因为蔡英文昨天出席了 钥匙工会的活动 就在公开的场合 以总统的身份所有的为安 他呼吁什么 呼吁现场所有的人支持陈时中 还有现任的微副部长薛瑞源 他说过去跟陈时中一起打拼 现在的部长薛瑞源很拼 大家继续为两位部长 为台湾做更多的事情 大家就要问 你这是公务时间 公务资源 总统的身份支持 但是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党主席 总统 你在选举吗 不知道 因为他习惯他也习以为常 所谓的行政没有中立的问题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其实在这个钥匙工会上 还有陈时中他自己讲的话 讲大白话 他说我超想当市长的 是想把事情做好 然后大家没有忘记的是 现在还有很多的新闻 还才问这个问题 有78万剂的高端疫苗凭空消失 这个是立委万美领提出来的质疑 指揮中心公布的 我们500万 有44亿我们的人民纳税犬 跑去买了500万的高端疫苗 但是200多万剂打不完 还有把18亿纳税犬丢到水里 然后还有78万剂不见了 这个神隐了 他拍拍屁股走人 哪有这么多的 过去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现在也不回答了呀 所以还有陈时中以部长 那个威姓威风 在有批评里长的这个问题 当然他现在一直说 是被一花借墓 其实他骂的是 听起来骂的是蒋万安 可是他真的可以骂蒋万安 无脑吗 没有专业吗 所以他说我们没有什么好道歉的 那里长当然哽咽 昨天我们看到他哽咽 还回应说你居然把一个 被民选出来的里长这样子的 来批评 来攻击 那么甚至你骂我 无脑骂 你是不是脑水肿 昨天听到这个段谈话 大家都笑翻了 所以他批评蒋万安造谣 要把事实弄清楚 可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弄清楚对象 就算是对手蒋万安 你批评对手蒋万安 无脑这样好吗 那么柯问哲回答了 内湖交通问题 是大家很多人共同的痛 他说是累积20多年造成的 不要幻想一天解决 但是现在最在联合报的社论 还有媒体上最常看到的一个言论 就是换奸之后 是不是就是代表蔡英文 威权崩瓦的开始 进入了后小英时代 她说了算 过去每一个初选的名单 不就她自己清点的吗 只要她要的是 没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其他的人选 只要她心中不愿意 不同意就没有机会 那现在是威权崩瓦 崩姐 那么接下来还叫得动大家吗 是不是在党内 不同的声音开始要喘起了 威权 换奸其实基本上会有两个主要的效果 第一个就是说 桃园的新闻的瞩目程度会降低 因为毕竟 郑玉鹏本人没有这个论文可以讲 另外一个就是 陈时中看起来民进党是想赢的 我再讲一次 我觉得看起来民进党是想要赢台北市 因为如果说蒋万安跟黄山安 两个人卡在那边 蒋万安最近的状况是这样 他都维持领先 可是领先的幅度 从大概一年前的50% 40%到30%左右 他就往下掉 他现在是第一 可是他离第二跟第三没有那么远 他跟黄山两个都僵持住 如果陈时中能够回魂 陈时中很讨厌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当然讨厌他 可是看其他电视台可能就喜欢他 就会有这个效果 你看桃园的状况 桃园这个美调电子包 我特别关注他做的时间是8月9号到8月10号 上礼拜二跟礼拜三 可是换监是礼拜五 所以在换监之前 郑云捧就已经有27了 观众朋友你要看的是这一点 有很多人讲说 因为吴子嘉总事长有明确解读 他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郑保卿一出来 事情就结束了 张三强就当选了 对国民党来讲是好消息 当然很好 可是我当然知道我是悲观老汉 我常常会觉得 这对国民党来讲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即使林志坚在上个礼拜二 礼拜三 这么的被吹呼拉朽的攻击 你的论文 你没有诚信 台大都已经宣布了以后 台大宣布你抄袭以后 你还硬拗以后 大家最讨厌你的时候 那时候的林志坚还有30 32对30 然后郑亦捧是27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林志坚了 下次美调电子包再做 你看那可能就会拉近了 6月18应该是没有看好农民力 那一天提名的三个人 现在都惨 一个蔡世英 一个林志坚 一个就是沈惠宏 6月18 沈惠宏就是因为球场的事情 大家就是金玉其外败去其中 我是觉得是有伤 那新竹部分我们以后再讲 不然那个慧伦哥不高兴 没有 慧伦哥 就是高宏安的当选居 新竹只有你自己在高兴而已 新竹我们以后再讲 你那简直莫名其妙 新竹 沈惠宏的当选居率 是在下降中 因为他被林志坚签到了 他是候选人 可是其他人不是候选人 那新竹那一天 你怎么会是悲观老汉 你只要谈到高宏安 你就乐观起来了 没有 你是看人 没有 学校民众老汉 我只有讲一个而已 你刚刚不是说你是悲观老汉 你悲观在哪里 你每次讲到高宏安 就说高宏安会赢 你是看人 对 曾荫也蛮乐观的 那那个蔡世英的部分是这样 因为蔡世英刚刚我们放画面 他被讲了那么多次 他被讲了那么多次的 那个基隆中学东西 他都没有否认过 还有在网路上面基隆 你看好像维基百科 还有基隆的那个高中 他的所有每一次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每一次只要提到 他是基隆高中 对 你看中看那画面 像英文也点头 原来你也是基隆高中的 全部都点头 就像我们讲接大使 我们讲他是纽西兰大使 我不会讲说他是日本大使 就好像说 我还没讲错了 我不是驻治大使 我是纽西兰 然后他会否认吧 总的就是说我不是吧 但是因为蔡世英 从来都没有跟大家讲过 他就点头点头 他会讲说我没照夾 可是你确实你就不是 那因为我要选基隆的立委 我还要选基隆市长 我被讲我是基隆高中的 那个校友的时候 好像与有荣言 我就没有特别否认 可是现在被讲 被招出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是 该可以拿结出校友 对 他还是校友会的 太神奇了 他说因为学校认为 他对学校很有帮助 他是校友会的 这个我很奇怪 不是那个学校 可不可以当那个校友会的人 这我倒是觉得 每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第一次听到 台湖开天 所以就第18那一天 其实风水不太好 林志坚 沈慧弘 跟蔡世英 现在看起来都不太妙 这非常有趣 大使 校友的心结 只要是学校的朋友 我跟你讲 这个蔡世英算是人才 就是说真的 人家这个明明 他公然说谎 他就这么沉着 然后也不拆穿这个错误 就冒充顶去下去 然后以后人家说 那你不是基隆 他说没有 我没讲 是别人说我是基隆 他从头到尾 今天出来解释也是说这样 只是人家说我是基隆中学毕业 我也没有否认 我还出来鞠躬 对不对 致辞我也致辞 我没有说 是人家说的 所以这个蔡世英 应该这种诈骗集团 应该把他找去 真的是人才 真的是人才 那不过就是说 民进党这些就是说 他们说谎已经成习惯了 所以这个根本小谎 然后支持他的人 很多人认为就民进党 说谎有什么关系 他抗中保台就可以 对不对 抗中保台要说谎 他偷一点钱也可以 他们提醒 蔡英文总统过去不是讲 纽约大楼是他买的吗 然后陈伟扁说其实根本不是是有习惯买的吗 这好像是一个很容易很习惯说死而已 根源就是说民进党很成功的教育台湾民众说 他们比较爱台湾其他都是卖台的 可是被他指为说卖台的人也没有给自己做很好的辩护 对 其实大家都在保台 大家都爱台湾 可是民进党今天成功宣说 就是说我才是真正爱台湾 我架杠爱台湾 然后所以你们多淡淡一点 我杀个小谎 我这个骗一两个 骗一两个学位 高中校友 然后再去污一点钱 那无所谓 自己人 这个就是民进党把台湾整个的道德水准 是非标准搞乱 这个其实对台湾损失很大 我觉得 然后最主 另外他们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蔡英文本身要负责 蔡英文说实话 他在想说 你们这些技巧太烂了吧 你们搞个硕士都搞成这样 我的论文都没事 我搞博士 我还国外的博士 对不对 他只是没有跳下来下指导期而已 他真的说你们太逊了 你们做我的属下 你看我的力量 我多了不起 我这个外国的英国的博士 你看我都可以这样玩 你们玩一个台湾大学 玩个什么中华大学 完成这样 所以他心里面真的 本来真的是不把它当一回事 他也真会挺过去就没事 事实上还有 事实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多呼吁一下 唤醒民众 这个孙中山演讲 我们把老百姓真的把它叫醒 台湾老百姓真的需要叫醒 你现在让这一批吃香喝辣 用我们的纳税钱 然后在那边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来 来怎么样 服务 这个一定要 像蔡英文我们刚刚讲 他如果在比较上轨道的国家 像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被民进党已经搞成第三世界国家了 你如果用纳税人的钱 去从事政党的这些活动的话 那个是立刻就被整个社会 一致谴责 这个钱要弄清楚 纳税人的钱不是拿来给你做这个 做了政党活动 可是他们一向都这样干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唤醒民众 领人民薪水的 霍永哥 这个刚刚浅秋说 以前这个阿扁总统时代 国民党还有检调的 这个私底下的协助 现在没有 因为现在检调被蔡总统 牢牢的控制住了 没有错 浅秋讲的没有错 那就是因为更难打了 你才要更认真打 刚刚浅秋你讲蔡世英这个很好笑 对不对 然后搞不好蔡世英还是当选 我不晓得到底现在打这个 因为我跟各位演一下 这个建大使对基隆也很熟 基隆只有一个立委 他是唯一的立委 现在是单一选区两派 他只有一个立委 那基隆高中是最好的高中 你说那我唯一的立委 我不会忽然一下怎么办 那这蔡世英你自己要出来 面对就刚刚伟翰讲的 你这些之前你讲的东西 我讲这个内湖 这个柯文哲说 这20年来的问题 柯文哲 你当了八年 你不是当八个月 你当了八年 一副泰皮 20年的问题没有那问题 那这个我也讲一下这个高家瑜 他是内湖唯一的立委 那他在干嘛 当你看到几个市长的候选人 在炒内湖交通的时候 内湖唯一的立委 不晓得在干什么 这实在是很悲哀 我讲一下 他是靠外表当选的 我也对他也不苛求 你看这种粉砖 说陈时中呛里长 陈时中呛里长 陈时中有呛里长吗 其实你看我们TVBS新闻就很清楚 他骂的是谁 其实他根本没讲名字 他就是另外一个候选人 在陈时中讲他根本没有讲到里长 这真的是根本就没有 所以这种就是标准假新闻 说陈时中骂无脑 我们再次来看TVBS新闻 他写什么 他说要有脑筋 要有脑筋跟无脑 那根本是两件事情 我想请问 讲完你在干嘛 这次哭的立长 你在哭什么 烂牛肉是谁讲的 是他讲的 无脑不知道是谁讲的 然后说脑水肿也是里长讲的 里长我知道你也要选 你也要帮帮忙 这没的事情 我觉得是陈时中讲的 我一定骂他 根本就不是陈时中讲的 他说有脑要有专业才能来批评 但是这跟无脑不一样 倒过来 不是 全秋你这硬拗就太离谱了 不是我硬拗了 是说他们可能就这样的印象 有脑筋跟无脑有一样吗 我不要跟你记得 这个硬拗快要进广告了 我请问观众朋友 立委去质疑什要署 这个立委是谁 是万美龄 万美龄你要选吗 万美龄你要选 我怎么不晓得 你去质疑什要署干嘛 应该是蒋万安去质疑陈时中 这个蒋万安你也是未还委员会的 高端的这个吐嘴 少得这个简直莫名其妙 怎么去质疑吴秀梅 谁认识吴秀梅 指挥官是谁 高端一路护击高端的 不就是蔡总统跟陈时中吗 你怎么会让万美龄去打呢 浅秋你现在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国民党有个 他们说我们现在发现 高端怎么少得这么多记 你就应该把资料拿给蒋万安 蒋万安你就去帮他诚实中 就GG了 你怎么会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就是乱打一通 你有材料 你根本没打中 没有打到点 打到对的人 这个意思 对啊 你讲的没有错 你的结论没有错 我就叫国民党在打什么 是 所以惠文哥非常的愤慨 我没有愤慨 我就觉得他什么不 违汉都在偷笑了 对 因为蒋万安自己是委员委员会的 他最近没有什么 他最近没有什么那个 他立委也还没有那个请辞 他应该可以做这些事 他是立委 他是立委 对 当时陈时中 他当会部长的时候 很多记者会来问这些问题 他是不回答 那现在必须要回答的时候 其实才应该要公开的 让大家了解这些疑问 你要清楚的交代跟说明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